肯定潮间带有大量海草床 牙巢带还有大片珊瑚礁 生态丰富 但是最近几年学者发现 潮间带附近藻类大量生长 海洋沿岸包括连石头上都是整片翠绿 这却不是什么好事 藻类大量生长之后 它就会盖过海草或者是珊瑚 就会让这个海草死亡 那珊瑚也会死亡 过去以为是台风侵袭 或是核电厂排放温水影响生态 但是中兴大学花了16年的时间监控发现 2001年到2017年期间 发生了四次反声音现象 带来非常多的雨量 下雨时间也长 将沿岸居民和游客制造的污水 冲刷排进海洋 这些污水富含氮营养 冲进海里会让藻类大量生长 进而导致海草床死亡 山谷椒消失 肯定的游客太多 那再加上很多的污水 没有经过适当的处理 或者是没有足够的污水处理厂 可以把这些营养消减掉 中兴大学教授长达16年的研究结果 在7月份时 登上了全球变迁生物学期刊发表 认定反声音现象 才是破坏墾丁潮间带生态的主因 气候无法控制 但污水可以处理 设置有效的污水处理系统 才能保护墾丁潮间带的生态 杨广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